凡事有W有室 但有室的時候其實也有很多得著 但以往在煮食這方面 是否通常都是由太太負責 以前其實都 講誰的頭令到 其實說真的 如果講煮的話 街多一點 真的是我比較多的 你是少一點的 鄧先生真的是少一點的 但通常我們都經常叫外賣 出去吃比較多 因為尤其是當時工作比較忙一些 但疫情之後 我們真的多了時間對著大家 第一 其實是好的 因為有很多事情是要用時間去浸 我們的關係才會越來越好 更好一些 因為你慢慢就 正如剛才所說的 煮飯多了 去到近這幾半年 他又開始不知為何 被我感染了 他被你感染到 即是一個煮飯的人 比一個剛開始煮飯的人感染到 你要知道這件事 就是他真的煮 他一個星期煮兩天 那我不煮 那他就多了 但是一個星期煮兩天 對一個正常的家庭主婦來說 是少的 但是疫情關係 我一個星期煮了五天的家庭主婦去找菜式 但是我近這半年 他突然間在我心目中的女神 我想要的老婆突然間出現了 為什麼呢 我經常都說 我很喜歡吃麵包 那我就買麵包機回來 但是買了一個麵包機回來 就把材料放進去煮 煮完之後 麵包機很難吃 幾百元和幾千元的貨幣是差很遠 原來是真的有分別的 一分錢一分貨 但是其實就算幾千元的貨幣都不夠親手的 他真的原來很努力為我去做麵包 學做麵包 到現在他基本上是厲害 初時你做麵包很複雜 又要幾多分鐘發酵 又不知怎樣又吃 不要這樣就算了 但是他又很有趣 我很欣賞他近來 他真的很努力做麵包 打麵包 我家裡的玻璃桌 其實我很驚訝 打麵粉的時候 整塊玻璃裂掉了 但是他就很努力 他真的做到兩三款我很喜歡吃的麵包 這個我很感恩 還有他近段時間 我覺得他不知道做甚麼 可能知道我年紀很大 對我的時間可能越來越少 一唱完那首歌 一唱完一百歲被忘了 然後數一下我 咦 我老公差不多五十歲了 我是時候要對他好一點 他突然間又自己會走到廚房煮飯 我做完事後一出來就有飯吃 那種感覺是很窩心的 我一直都想一個這樣的 但終於好像老華安慰了 終於都等到了 是開心的 疫情忽然換來了一個夢寐以求的太太 是啊 真是蠻好的 當然知道鄧先生也做了一些很驚為偏人的菜式 聽聞那些烏仔煲仔飯好像已經是很初期出現了 很出色的 要時間磨練的 這份量的東西 現在完全不同了 現在就沒有做 我簡直是沒有做 我簡直是那次都吃光了 我簡直是沒有再做這個菜式 你沒有試過最鹹的青口 你沒有試過最鹹的牛扒 我不講的 每一個人開頭 最難吃的麵包 我都吃過 不熟的 總之開頭 刺身的方向 開頭永遠都是有點挫敗感 但正正因為有以前的挫敗 就換來現在的滿足 同一段關係一樣 都是要不斷磨練 廚藝就不斷磨練 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就是隨著疫情 多了溝通 多了相處 又是另一份的增長感情 這邊就是生活上 其實也有很多東西調整了 工作上的調整 應該都多了 上年因為又 剛好我的唱片和經理的合約 就完了 沒有了 然後之後都真的一段時間整頓 又加上疫情 原先有很多工作的安排 都要取消 改期 變相其實都真的 其實不是想每天在家 但是為了省錢 在家裡做音樂 所以我們就要小心 少了很多工作 收入就是減了很多 但是有些工作我們就沒有減到 例如找人寫歌 繼續進行 即是一百歲備忘錄 其實是去年年中醞釀的事 即是剛才在Jason區 還在洛杉磯 他自己在美國隔離 我找到他幫我寫一首歌 然後他拘捕了這首歌 他們就做了我一百歲備忘錄的監製 然後之後 一直都有寫歌 想一下下年的方向 還有找歌是很難的 聽了很多歌 一百歲備忘錄 第二批就是《期間限定》 期間限定也是一個緣份來的 即是在去年我找到朱詩底 朱希敏 糟了 對不起 KWG 你糟了 你糟了 不要緊 我們就要去朱詩底 KWG 是的 他就傳了一些展示出來 我就覺得 聽起來好像都很好 但不是我們想要的 然後突然有一天 他就說 師兄 給你多一首 就是《期間限定》這一首的盯舞 我一聽就正正是想要的 我們想要的東西 因為Suki他很想去有一些歌曲 我們開始我覺得 其實我們做歌 其實怎樣可以跟不同的歌手做的事呢 就是其實我們可能透過歌曲裡面 當然很多歌手都是這樣 但是我們已經有一些年紀 很想透過歌曲去說一些我們內心裡面 真的想說的東西 是 《一八歲平常老》已經是 講關系 期間限定其實都是在說一些他很想說的東西 是 所以正正這首歌就說 連歌詞也要了 嗯 所以就一直處理著歌曲的製作 其實去年是少了出外的工作 但是音樂的製作上我們是沒有停的 甚至乎我覺得多了思考 都是 想想大家其實想怎樣 都不知道 因為你知道其實歌手有時候都被動 還有一些迷惘各方面 是啊 很多時候都主動不來 我主動都未必 始終大家接受新的娛樂方式都有 他就是去年大部份的時間用來迷惘 整頓心情 是啊 迷惘就不對了 你平時的東西那麼厲害嗎 我是重新出發 想清楚想做什麼 真的需要 他基本上上年是陷入一個 因為你知道表演者有momentum 你感覺到momentum 我們上年都沒有了 你又沒有歌出來 又沒有人理會 很多東西都好像很負面 就算做online concert都差天局地 是啊 所以我常常跟他說 不要這樣 我又鼓勵的又鼓勵過 又我語言的鼓勵 我還身體力行 每天這樣練歌 我四十幾歲都練歌 挺厲害的 他真的這樣 但是到了 已經去到一個點 我都不懂怎樣再安慰他 放心吧 OK的 過了時間我們是OK的 然後有一天吳仲恆的網上直播 他自己又撩人 我又要 吳仲恆一見到他就馬上 你是不是來 然後他就答應了上去做 其實很開心 那天晚上他唱歌 又挺好聽 原來有幾千人 三千多人看的時候 當然有些人是不認識Suki S 但是正正那天晚上 他又再用他的歌聲 去令到大家覺得 你挺好聽的 你哪位啊 有些人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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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給他多一次的自信心 他用他的歌聲來做一次 去令到大家認識他 那天晚上我很感動 我覺得我千言萬語 我都不能夠翻譯他 正正就是你們很簡單的一句 很好聽 出去出去好 對於他而言 對於我們而言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所以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一下我們 當然是他 鄧先生形容為 太太那段時間是迷惘 Suki S就自己形容 只是重新想清楚 整頓一下自己 那段時間是不是就是Suki S 打得最多機的那段時間呢 其實 又不是 即是最沉迷遊戲又不是 反而不是 不是 他真的是迷惘的 其實我一年前已經戒掉 是啊 因為我戒掉 因為他 就是我們的關係不好的時候 就是因為是2019年的時候 即是2019年左右 的 是 但是 我們要是 不然 我們要是 在這裏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